Namo Amitah H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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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长、教务长、各位法师、各位同学、 大家早安 Namo Amit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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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观众 首先感恩我们院长对我的器重 让我有这个机缘 来跟大家研讨有关静主中的核心教理 由于我们同学们有刚要深入的有很专的这个研习的可以说在程度上有深有浅因此在讲这个静主中的核心教理我就迷了两份稿 那一份就是佛教的核心教理 因为静主中也是佛教变的一个中派也是不离开整个佛教的核心教理 所以目前给大家的就是这两份稿 佛教的核心教理跟静主中的核心教理 同时以静主中的核心教理为主 那么你这个稿主要是提纲细点的 同时也让大家有一个资料带回去可以反复的温习 首先请大家看这个佛教的核心教理 我写这幅稿只要是将我所要讲的把它文字化 所以这个文字也等同是孔语法一样 只要随着文字练下去大概就能够理解了 那么就像道路一样我来练一遍 佛教的核心教理 四圣地苦及灭道四个真理 乃佛教之核心教理与根本教义 是至尊成正觉之后 首先向吴比丘所宣说的教法 则是佛陀成道后第一次的说法 其重要可知 此外 圆起信空 于三法印 是其逻辑说明 故四圣地 圆起论三法印 成为佛教的根本佛法 又 威缘大慈同体大悲 是佛教的大圣精神 史方如来的初世本来 同样是佛教的教理核心 四圣地是佛教的总指导原则 是一切大小圣佛法教导众生 解脱生死所必须依止的基本教义 不论大小圣或任何宗派 皆奉之为归念 了解四圣地 才能清楚佛教整个庞大的教理体系 是如何够建的 佛教经典浩瀚 中派伶俐 但只要依据四圣地 就会发现目标与方法 不至于亡武头绪 苦地 人生毕竟是苦 县是苦 后世无尽如回苦 吉地 三独乃苦之音 贪曾痴 更曾处受其爱之 月地 永恒安乐之境 断魂脑正涅槃常乐我境 道地 达成涅槃之法 有大小圣 解脱道与 吐撒道 有关四圣地 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苦地的所有 由于这个对苦地如果有深切的了解 就会触动我们去修道 所以对苦地的了解是修道的一个原动力 修道才能够断极离苦而正这个灭就是灭盘 因此有关于这个苦地呢 我就概略性的做了一个表格 让我们只要看这个表格 就能够整个了解苦地的内涵 有限制苦 有限制苦 后制苦 三三苦 限制苦呢 有两种 二苦 一定苦 未定苦 一定苦 是身心苦 未定苦 是环境苦 身跟心的苦 有所谓三苦 八苦 环境的苦 呢 有天灾 人或的苦 首先必须对苦 有一个这个概念 也就是说 所谓苦地 地是真理 所谓真理 它是超越时间的 超越空间的 与取 涵盖所有有生之物的 如果不是这样 那就不是苦地 也就是说 它是普遍性的 有一些事项 如果是不混的人 认为苦 不混的人 认为不苦 那么 它就不足以苦地 因为它不是普遍性的 譬如说 我们有的人 喜欢抽烟 喝酒 绝冰朗 抽烟喝酒绝冰朗 对他们来讲 是热的 不是苦的 可是 对我们来讲 我们的烟味 就难受 我们不喜欢抽烟喝酒绝冰朗 如果抽烟喝酒绝冰朗 对我们来讲 是苦的 因此 对这个抽烟喝酒绝冰朗 它就不是苦地 因为它不是普遍性 那么如果说 有个时代 觉得这个是乐 或者是苦 有个地区 觉得这个呢 是乐 或者是苦的 那么呢 就不是苦地 因为它也觉得有乐的部分 所以苦呢 是讲这个实质上 对一切众生来讲 对一切众生来讲 都是本质上是苦的 究竟上也是苦的 彻底上也是苦的 这个人才能构成苦地的内行 那么首先 我们人生在这个县 是这一辈子 短短几十点 就呢 有两种的苦 一种是已经呢 是固定下来的 每一个人都逃不了的 就是身体的苦 跟心理的苦 身体的苦 譬如说 肌啦 寒啦 肌 寒 或病痛 这一方面 身体的 那心理的呢 就是所谓的 贪嗔痴 欺求 欲 那么有关 身心的苦 有所谓三苦 三苦就是 苦苦 坏苦 跟行苦 那么大苦呢 就是 生老病死的苦 以及 爱给苦 愿尊慧 全部得 五兵赐胜 那么这些呢 都是比不下 那么这个内容呢 我想大家在课堂上 已经听过了 那如果不清楚的话 辞典一查 或是电脑一搜索 都能够有详细的内行的了解 那么未定的苦呢 是指这个环境上的 环境上有什么苦呢 只会天灾 人祸 什么样的天灾呢 在台湾来讲 就有这个 台风啊 地震啊 还有这个 水灾啦 火灾啦 或山崩 或海啸 就是所以环境上的天灾 那人祸 比如说 有这个抢劫啦 那道兵呢 此外 有所谓的这个车祸 或者是海难 或者是空难 这一些是存在的 只是它不一定会发生 什么时候 什么地方发生 有可能 但是不一定 所以这个也就是苦 所以苦的这个内行 那么这一种苦呢 再怎么样的苦 它都是短短 几十点而已 所以有生之点啊 那最重的这个苦 也可以说是最根本的苦 是什么苦 就后世苦 后世死了 不是如同灯烟一样 死了 还有未来世 那未来世呢 是怎么样的未来呢 我可说是六种 旧界 就是六道的这个轮回 也就是天道 修容道 人人道 以及地利二鬼畜生 那么六道轮回 本生灵 本子灵 是什么 都是苦 苦一个字 在这个经典上 正法念初经就有说 从天生地域 从地域生天 他的意思是说 天界的果报道 自然就会出生在天界 那么天寿一进 那刚好第一个果报道 就会当下由天 多了到地域 那当然 这个恶鬼的果报道 或畜生的果报道 或阿修罗 人道的果报道 他就会从天 墮落这几个境界下去 那么这几个境界的寿命道 那哪一个果报 这个姻缘道 他就会又到哪一个果报去 那么来来去去 总不离开这个范围 那么这些范围 佛陀就把他归纳回六寿 就是六道 所以如果六道还没有离开的话 他本身是苦的 本子是苦的 甚至是苦不开眼的 那么这里有说 人生难得 一失三土古重俗长 就我们来讲 我们是现在的这个人生 此地此人 那么现在得人生 那时间短短几十年来晚 人寿现在来讲 就是平经八十岁 入八十岁 这个人生死了之后 能往再得人生 那是很困难的 所以说人生难得 那难得就表示容易失去这个人生 所以佛陀说 人生难得 要经营的 佛法难入经营的 此生不像接生度 更像人生度此生 这一首记是很重要 对我们来讲的 很好的提醒 显的这个作用 也就是说 我已经得到了这个人生 得到难得的这个人生 已经听到难以的这个佛法 那么 学佛修行目的 就是要两拨生死 两拨自己的生死 也两拨别人的生死 所以说此生不像今生度 更像人生度此生 遇到人生 遇到佛法 若不把握这一世 来解脱生死轮回 达成学果修行和目的 那么还得待哪一辈子呢 等待哪一辈子的机会 重要啊 为什么呢 难得一失 那么一旦不能得到人生 肯定不到那年 三六调的多 天界的少 那么一旦都是三六调的话 康尼是苦重 食长 苦很重 用食寿命迷 又很长 如果说苦重 但是时间很短 那很无法 可是康尼人样都很重很长 因此呢 这个必须把握 现在的人生 以难得的这个 学果的机缘 来解脱生死轮回 所以后世福就是 留到了这个轮回 接下来 三三苦 这个三名指这个身体的 心理的跟未来的 这三种都有三种的这个苦 三种生苦就是 饶苦 病苦 死苦 三种情苦就是 贪嗔痴 三种后世福就是 地狱 恶鬼 畜生 这三三苦 是 永述菩萨大字论里面 所讲的 接下来看文字 简要而言 佛教的体系 佛教一个主题 即 四个模块展开 一个主题 即 如何救度众生 出力 永远浮寒 这是 佛教毕生 尝试回答的终极问题 也是 佛经存在的意义 四个模块 即 四圣地 混结 灭道 佛果 乏分出 四大模块 解答 这个 核心 问题 可说 佛教的 基本教育 从 解脱人为之苦 为 出发点 因此 佛教最核心的教理 是 解脱 从苦中解脱 因此 四圣地 第一 就先开是苦 不知苦 只谈不上后面的 己 面 道 更直接的说 己是 了扑生死 因为 佛教的基础是 三个多样 三是英国 六到零为 脱离了这个基础 整个佛教体系就崩塌了 生死无本 是大不可思议 要从生死无本之中解脱出来 所以 我们看佛教 讲说佛教 研究佛教 修许佛教 如果 不着眼在解脱生死无本 不强调这个 这个严重性的话 那么 就很显然的 脱离了佛教的诞词 因为佛教 讲 根本叫就是四圣地 四圣地 只会 破开悟 离苦 得乐 所以四圣地 是要破开悟 离苦得乐的 那么 没有讲到离苦得乐 那谁 就不是佛教 请看 然而 领入人生是苦 并不容易 要悟到的圣者 才能无实地了达 人生毕竟是苦 知是死 一路人生是苦的困难 扎阿海卷15第404经 佛陀批语说 在百步之外 用箭射一个钥匙孔 射一百次 箭射接种而不偏失 是不是很困难啊 那么 比这更困难的是去射 比钥匙孔 还要小一百倍的那一小点 而了解人生一切皆苦之事 却又远比射这个小点 还要困难啊 这在于说点什么呢 说点真正的苦 我们一般人是体会不到 了解不到的 这只有盛长 或者是常定 进入常定的人才能够体会 那么尽管真正的苦 我们百千万一都还体会不到 但呢 现在我们就已经印象地感受到 有脑 有脑 病 死 还有世间种种 不如意 爱别人验尊慧 求不得 跟心中的这个母运 这种 我们不舒适 多多少少就已经感受到了 何况这个还不是真正的苦 还有真正的更深的苦 那岂不是给我们一个警惕 一定要假借人生 来学佛 来解脱这个苦 不只解脱自己的苦 也是明远众生 都同样解脱一样的这个苦 这是学佛的目的 而且 而且也是大盛的精神 那么 有关这个苦 我引用这段金 文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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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量寿经说 爱欲勇法不可昇保 皆当别人无可乐掌 忍在世间爱欲之中 独生独死 独去独来 当小志去苦乐之地 生自当之 无有待者 这个经文人前醒来 《佛华经》说 三界无安 幽主福宰 众苦中万 甚可不贵 佛陀以大火燃烧的房子 来辟喻 三界 玉界 色界 无色界 辟喻 六道的这一种部位 可见也是非常深刻的 用火载来形容我的环境 地藏经说 天人受天无尽 由五酸向见 不如对于二道之角 叶寒经说 虽乎得受犯天之身 乃至飞翔 飞翔天 面中还若三二道终 正法练处经说 如死生死中 夜晚赴世界 从天生地狱 从地狱升天 那么可见地狱跟天 几乎是在一起的 而且显示升天 享受天寿天的 根本不是究竟 因为只要有寿命的话 那都是一刹那的 天寿在一刹 飞翔 飞翔 飞翔天 是无色界的最高天 他的收率是八万四千大几 但是呢 八万四千大几 跟地狱是在一起的 转一个身而已 也让我们想到 所谓善跟恶的辈子 也差不多 如果不是超越善恶 不是超越六道五乃的话 那么呢 都是苦的 或不是究竟 圆满的爱 这提示我们 学佛 修行 无论如何 要在今生今世 脱离六道生死五乃 不可以叹望来生 因为来生即使生在天上 生在人道 还会堕落 那么正瓦列自经又说 第一苦恼 如是饥饿 如是坚硬 如是大苦 如是苦耐 如是苦耐 无意相思 不可遇过 好已故 无人能说 无人能听 若有人说 若有人听 如是知人 吐血而死 这是佛险 这是佛陀 说明地狱的情况 那佛陀说 地狱 是所有恶宗 罪喜之恶 他呢 很坚硬 难以 脱离 他的大苦 不是苦耐 苦是不可能 不可能 没办法忍耐的 那一种苦耐 无意相思 没办法以其他来庇域的 那佛陀说 地狱的苦 没有人能说 也没有人能听 如果有能说的人 真正能听的人 那么这两个人 都会当下吐血而死 我们如果面对恐怖的境界 心脏不好的人 会怎么样呢 甚至会心脏停止 吐血而死 因为那种恐怖 超越他心理的附和 这是一般事件上的 最恐怖来讲的 那如果是地狱的话 那根本不能想象 真正能够想象得到 能够讲得出 听得进去的 这些人 当下都会怎么样呢 心脏受不了 吐血而死 可见真正地狱的苦 我们是理解不了 你们看地藏经 看有关描述地狱的内容 有的人一方便看 一方便喝茶 那表示呢 他虽然看 还没能真正了解 地狱的景况 如果了解地狱的景况 他当下可以说呢 很深忙为数 很恐怖 很惧怕的 那么我们现在呢 对地狱之苦 理解不来 那可以想到 地狱的苦 源于我们 而生于我们 就是想象 我们想象不到的 那假设 我们遇到人里面有脱离 当我们面对的时候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没办法 怎么说那种苦啊 这是警惕我们 无论如何 已经得到人生 已经遇到佛法了 无论如何 要在八万四千法律当中 找一个 在我们今生今世 甚至所有的根基 都能够解脱地狱的 甚至解脱论梭的法 要把握今生今世的人生的学果 接下来 游所记说 常忍伦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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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伦 我们在这里 佛学院主要研究佛法 那么佛法的这个根底 就是三二抱怨三身果六到零尾 我们这样的听 我们也这样的看 我们能一动一周 好像眼在手上 那如果能够触动心底的话 那就好像眼巴放在三口一样 很刺激 很难以忍受 这就显示什么呢 我们不要把经表所说的内涵 当作询问 不要把它当作询问 要把它当作是佛生生的东西 是会触动你的心灵 要有这样的这个深刻的体会 所谓闻 词 修 闻 听进了我们的耳根 要有深刻的体会 就是要的思维 思维 那思维往往要在禅定当中 寂静当中 思维 我们所听的教理 这样他那个教理 才能够深入我们的灵心 成为我们的生命 成为我们的心情 信靠 成为我们的感情 我们的意志 我们的这个智慧 所以我们思修 思修 有这个重要 不然右边很多听 左边很多出去 那么不是真正的这个学习 接下来 往昔一阿鲁汉一己 地在地狱中所受惧苦 又恐惧得骗柳血汗 阿鲁汉有神通 他明贵有宿命通 深刻知道过去是 当他思了丁子苦的时候 骗柳血汗 我们在怎样的认 或怎样的这个惧怕 怕得流汗 也只是身体冒汗很好 并没有脑性口流血脱汗 但是这个阿鲁汉 他已经没有果池了 但还会生有血汗 这显示什么呢 显示地狱这个 根本都不能想象的 真正能想象的话 立刻神骂血汗 因为他是阿鲁汉 那若不是阿鲁汉的话 因为我反驻 真正想得出第一支苦的话 就像某柳所讲的 那吐血而死 接下来 在地狱中 每一秒钟 都是剧烈的痛苦 煎熬和折磨 地狱中心的念头 只有痛苦 根本能不像第二个念头 跟他讲 吃喝玩乐 也侮辱理会 更不用谈死亡休闲 谈这一声就是说 六大文尾没有脱出的话 仍然能几乎三二道理会 甚至会墮落地狱 甚至会墮落地狱 那么有一本书叫做 《诸天去送》 里面就有引用断记 六遇诸天献衰的记作 六遇诸天献衰 三遇诸天献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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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遇诸天献衰 所谓天的衰 六遇诸天献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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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遇诸天献衰 三遇诸天献衰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沙漠世界 现在是惩住坏东的这个住击 但住呢不是住 因为它是无常的时刻在对坏 等到坏掉最后的时候 就会有这个三种灾难 这个灾里有小山灾跟大山灾 小山灾比如说 吉九灾 刀定灾 还有一遇灾 那大山灾就是 三遇的这个 火水光 火烧光的出产 水湮灭了二遇 那么丰灵 摧毁了三遇 即使修到 很不容易修到 五遇诸天最高的飞翔 但是你 命中还是会堕落三遇到终 因此不如希望归去来 归去来 归去来就是 往生的意思 不如往生极肉世界 为什么呢 就方法上来讲 往生极肉世界是容易的 所谓 山根土坪 每一个者 不论他的这个点性如何 他都可以练得 他都可以练得 便你就可以往生极肉世界 在方法上很容易 那么在境界上很高超 因为一定要往生极肉世界的话 三界落到入腿 当下就有你了 就有不战兽了 同时呢 极肉世界是怎么样一个境界 极肉世界就灭牌的境界 苦情灭到灭的境界 所以不到极肉世界变化了 一旦到了极肉世界 就会正入灭牌 因为极肉世界既然是灭牌的境界 他呢就是不讲功用的 不经过造作的 不生灭的 如果还要经过时间 经过什么样的过程 作为 五生有力的话 那根本就不是灭牌的境界 那在这写字呢 烈火就是道 极肉世界就是灭 烈火就能够正入灭牌的 常乐火境 所以他就说 不容西方飞去 在怎样的五届实战升天 还有场定功高 在色界天 无色界天 这一些呢 很难的 不容易啊 可贵啊 可是如果 跟往生极肉世界来比的话呢 那远远不能相比 就表示呢 极肉世界 他呢一方面 一开入道路 一方面 一到极肉世界 就会正入密牌 有关佛教的核心教育 今天就讲到这里 接下来呢 就讲这个 净土中的核心教育 二 这里只要是二的话 写字还有一个一 一的内容呢 是比较多啊 那么在这里短短 一两个小时啊 所以就把它融缩成为 两章四页 请看 净土中的正一经典 也是佛说量寿经 佛说观量寿经 佛说阿弥陀经 总称为 净土三部经 也就是说 净土中 它是佛教的 那么所谓佛教 就必须依据佛陀所讲的经 如果离开佛陀所讲的经 它就不是佛教 那么净土中 正一经典 又主要根据的经典 就是这三部 这三部都是佛说的 这三部经典呢 是从头到尾 文文句句 都是在讲净土 极乐世界的内容 讲阿弥陀佛本身的 智慧慈悲 跟愿力的救度 就是讲众生 只要念我 就必定 放生这些内涵 这个是属于正义主要依据的 那么其实佛祖教 今次就连三大余会 他所讲的有关于 建国的极乐世界的经典呢 总共有两百多部 那这其中呢 专讲庆土就是这三部经 那么其他有讲到的呢 可是主要依据的 那么唐人是属于旁一经典 所以这个经典 对于中文化来讲 有正义的经典 旁一的经典 那譬如说 华严经里面最一品的 古兰型念品 或者是名言经里面的一章 大师是古兰念 原童章 这个里是属于旁一的经典 因为他不是专门在讲经典的 一样 佛华经也有讲到极乐世界的 那至于药师经 其他的经也有讲到 那么那些呢 都是作为补充的解说 是旁一接点 不是正义经典 接下来 静虎中是正义问住 几次王室菩萨一心品 天心菩萨网生问 他们大师网生问住 赞安佛记 大师大师安乐己 赞党大师五步九卷 这个就是这个建筑中传承祖师 传承的祖师 以及传承祖师的著作 为什么 因为只会经典无人说 所以做莫名解 因此我们要了解经典 我们看经文 我们不了解 因此我们必须要透过祖师 那么自古以来 祖师那么多 我们依哪一位祖师呢 我们依我们追踪传承的祖师 那我们追踪传承的祖师 最有权威 最有权威的就是 老师菩萨 他是八中共土 他有写一部有关净土的书 就是在这个熟柱平佛少路里面的一篇 这一篇叫做异形田 再来的话就是天清菩萨的往生问 这两位都是印度的菩萨 接下来就是我们中国的三位祖师 台湾道士 德州道士 圣老道士 他们的著作 都是专门解说 建土三经的 以建土的基金内好 来解释这个建土 这就能是这么来讲的 那么此外呢 也有很多祖师在弘扬进土 甚至呢 这个写出注文来解说进土 比如说 延迟道士的弥陀说唱 或武力道士的弥陀要解 或者是圣防大师的这个建土法语 并或武力道师的这个文超 那么这些名也是属于旁音的论主 也不是主要的一局的 为什么呢 因为比如说吟朵素杊也好 吟密大师的吟朵谣也好 因为他们不是专业建土的教理 来解释阿弥陀经党 譬如说 阿弥陀书上列治道师 是主要滑眼思想 过程思想来解释 那么五一道思维 主要也是以天改的思想来解释 所以所解释的虽然深奥 可是就不是那么样的纯粹 但是英光大士五超非常不好 他们是用各种根基 各个人有的询问 他写信来回答的 但这都不准这几位主师 这几部论座 对与金主三经 对净土教既纯粹 纯粹又很正粹的这个显示 还有其实就净土两个字来讲 应该是比较广的 有极乐净土 或是摔天的净土 或东方阿处楼净土 或是释迦牟尼佛 这个净山净土 要不专输的净土中 不过呢 在这几个净土当中 就比较有良 普遍受这个世纵 所凶食的还是极乐净土 因此以一般的净土 来作为极乐净土 净土庄 这个庄的名词 接下来 净土庄是核心下旅 极是信愿求 即净土庄终子 是俱进 信受淋土救助专身淋土 和淋身淋土 广度使用重生 极特设极是本淋身 净土庄终子 我们对净土庄的这个概念 最基本的就是信愿行 可是信到底是信什么那种 愿人是怎样的发愿 或是这个愿心行 是修什么样的这个法 这个是讨论的空间的 那么我们把他归纳为四句祭 就是这里讲到 信受淋土救助专身淋土佛 愿心淋土庄终子 广度重生 那么这四句祭 在我们的文本书后面 都有标记出来 那么这四句祭 或许以前 大家没有看过 没有听过 那么现在你晓得 你这四句祭 就能够更容易掌握所谓的 进口中的核心教理的信愿行 那么每一宗派都有它的宗旨 那么宗旨就是它核心 因为进口中的宗旨 核心就是信愿行 同时呢 每一宗的宗旨一定有别 与其他宗旨的不一样的地方 这个就是它对宗的特色 如果没有特色的话 那岂不是每一个宗的宗旨 已经都一样 同时如果每一个宗 都没有它的宗旨的话 那就不能成为宗旨 所以一宗一派 必须有它的宗旨 同时它的宗旨 必须有它的特色 那么进口中的特色 就改变成了 往日报品生也成全不退 这四句 四个零像 也都有很深广的内涵 那就是说 把有关净土的核心教理 核心教理所该开展出来的 整个教理的体系 把它归纳为 这宗旨事据记 以及特色事据法语 接下来请看相告 宗旨前两句为章法 因为安心一起行 后来也句为目的 即是自立立他 有个表格 尽忠宗旨 方法 就是安心起行 安心就是信送你妥救度 首先 宗旨 这个是救度的法人 起行人是专称佛理 显明救度的方法 就是只要练佛 目的里面有两个自立跟立他 自立就愿生你妥救度 显示你妥救度 目标就是要变身妥救度 只要往极乐世界的话 自立了 把自己脱离六到十 迷惠 获得成佛的利益 接下来避他广度所望众生性别 救度的目的 显示他救度我们到极乐世界 所以他的目的呢 也是让我们一样跟他 跟他 跟阿弥陀佛同样成为无量寿的佛 无量寿的佛 无量寿的佛 同样呢 有四十八大愿的 行愿 行广的这个愿力 去救度死亡众生 我们这个才是呢 建筑中的终极目的 所以 我们修建筑 任务 往生极乐世界 不是求一个 逃脱 或者是呢 享乐 他里活动大师的精神 自立 避他 以足也在广度使用众之为目的 那么 因为时政观 是有这一时刻的 就将到这里 接下来休息 十分钟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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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